藏在中国34年的日本特务,曾混进中国军队,前年才被抓捕。 大家都知道在现如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比中日两国虽有一些摩擦但总体上来看还算友好, 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十分密切,双方人民也和, 穆共处虽然日本有时候蛮不讲理,但中国竭力采取和平手段对待毕竟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在那个时候,日本人对中国做出了许多惨不忍睹丧失人性的暴行。 比如南京大屠杀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每次提起过去日本人制造的惨案都会, 让我们国人感到悲愤在战争时期,除了枪林弹雨之外, 日本还在中国安置了种,都美女特务比如川岛方子南造云子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大间谍, 而且就在在中日战争中值的议题的,就是日本特务这些特务训练有素他们会说中国话, 会讲英语如果他不主动告诉你他的身份的话你根本就猜不出来原来对方是日本人并且他们很会收集情报, 他们不像前线战士一样奋勇杀敌而逝,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套取中国的军事情报, 一般他们的潜伏期可以长达15年,标签,历史,日本,特务,中国,军队,当然在得知这个严重情况后, 我军一直派人搜索这个特务的具体事宜,终于在34年后,成功抓获放下了心头, 那一块大石头他虽然忠于自己,都国家,并没有任何的错误, 但他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利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十恶不赦的敌人, 如果这颗定时炸弹没有,成功清除那么我国的人民,就将永远保受他的危险, 确实不只是在二战时期,即使是现在依旧有着间谍活动。 有一位在中国潜伏了30余年的日本间谍,在2016年的时候,被抓获了这个日本间, 谍叫做阿伟伯正在1982年的时候就来到了中国并已学习, 被借口变访了大步,分我国军事有关的地方并且还偷偷拍,下了照片, 因为他中国话说得非常好索,已很难看出来他是日本人后来竟然还混, 到了我军卯部队搜集了大量的情报。